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永俊 今天坐火车来到台北 我们去逛西门的呢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本影片介绍在西门面店吃午餐 接着介绍成都陆籍昆明街美食 以及进到西门红楼参观 吃芒果冰块带抓饼共9种美食 好 永俊不啰嗦了 我们到处逛逛咯 走到内江街35号到西门面店吃午餐 这地址是台北市万华区内江街35号 限量豆腐很嫩 猪脚的肉不会干柴 皮处理得很干净 吃起来很Q弹 鸡蛋汤还好 销混猪脚拌加的蛋是水煮蛋不大理想 新竹这边煎的半熟蛋符合永俊的口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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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第二家锅霸鸳鸯锅 锅霸鸳鸯锅地理位置很方便 西门捷运站走出来五分钟就到了哦 接下来到了昆明街上的美食分享 第三 双银麻辣卤味 目前吃过最好吃的麻辣卤味 爱吃辣的一定要加辣 花椒麻起来会上瘾哦 第四个 好味老店珍珠的馄饨 简单的好味道用餐环境干净明亮 第五个美食满堂台南湿木鱼 空间清爽干净餐具调味料彩自助食 湿木鱼粥好吃分量足够 第六家美食食 生液未归 餐点蛮好吃的猪肉炒泡面抓饼 卤肉饼总会可可 奶茶都蛮推荐的哦 大家好 我是泳君啊 刚刚啊 刚刚跟我去那个万华区的内江街那边吃那个西门面店啊 我们还有逛那边附近好多的美食 我们回来这里西门厅这里了 逛逛西门厅啦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然后我们回到西门町的万华区哦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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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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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 拜拜